这次由卫福部推动的医学中心 紧急医疗照护服务奖励计划 简称医中计划 除了台东医院本身增加的医师阵容之外 由台北双核医院还有彰化秀传纪念医院 分别派出两位医师 总计有四位 而且都是在医界服务资历相当深厚的专科医师 有两位是神经内科医师 而且两位是急重症的加护医师 大幅度的提升台东医院的医疗能力 而且每位医师的派出时间都长达一年 这次卫福部大力推动的医中计划 获得台北双核医院 与彰化秀传纪念医院的响应 分别派出两位专科医师进驻台东 每位派出时间都长达一年 其实在这边已经两个多月了 那我是觉得说在这边 其实一般的民众对医疗的一个需求 其实是还蛮需要的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应该不分出东西 只是说也许大家的刻板印象 就是说这边比较偏远 很不方便 其实来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边的生活机能的话 也都还是不错 陆陆续续我们四年下来 其实都有一些收获 比如说今天早上有个病人 来看我们诊重风的 他在做附件 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蝴蝶 蝴蝶的别针给我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满足感 在北部不见得有这种 这种成就感 医病关系的感觉是还蛮奇妙的这种关系 两所医院分别派驻神经内科 与集中症加护医师各一名 总共四名 主要也是针对台东地区集中症照护 长期存在专业医师不足 无法提供全面有效的医疗照护 以至于民众都必须选择跨区就医 往往延误及时救护的黄金时间 那本身就是说看要不要说有一个那种医疗 一些奉献的一个精神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是觉得应该鼓励 有这样子的一个医师的话 应该多来这边 来帮忙这边的医疗 同样的我也希望说 比如说我们是神经科 我也希望说脑中风的治疗这一部分 比如说打血栓溶解药物 我们更应该在台东这边 要好好的做一个生根 不管是打完之后再转整的 后续照顾等等那些 这个应该要落实 充实的专业医师人力加入 对台东医疗品质的提升 有相当大的助力 至少病患不用老是得县外就医 究竟就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完善的医疗照护 也能达到生命安全的及时保障 东台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导